乾隆十三年 而且一宠就是二十年之久 那么令飞到底好在哪里 让乾隆宠了二十年 极大优势 让乾隆欲罢不能 大家好 我是新说史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令飞为家事究竟有多受宠 我们以几个具体势力予以说明 一 乾隆三十年 继皇后纳拉氏上居后卫的前提下 魏家事被禁封为皇贵妃 执掌后宫术物 成为事实上的后宫之主 二 资质平庸的皇室无子永远 之所以能被乾隆皇帝秘密立为皇储 和其生母魏家事的受宠 有着直接关系 三 魏家事轰事后 乾隆皇帝将其仪仗增加到七十六件 仅比复查皇后少一件 比其余皇贵妃更是多出很多 而且 魏家事生前已经拥有了 佩戴东诸朝诸的资格 这是皇后才有的待遇 四 嘉庆元年 在将皇位善让给皇室无子永远以后 乾隆太上皇携嘉庆皇帝祭拜 孝依皇后魏家事 亲作道师并给出了感情深切的注解 仅以紫少登大宝尽策为孝依皇后 正春秋母以子贵之一眼 明正顺言心 这说明在魏家事生前 乾隆皇帝已经将其视为皇后 恩宠程度 可见一斑 那么 令妃魏家事究竟好在哪里 能让其在复查皇后以后迅速夺得圣心 并被乾隆皇帝圣宠了长达二十年 孝贤纯皇后复查世 乾隆皇帝的结发妻子 乃昔被评价为立官古之贤后 代时无以加资的一代贤后 自父如乾隆皇帝 甚至不惜将治国功劳分歧一半 认为功为内政 全资孝贤皇后宗礼 十余年来 朕之得以专心国事 有余侠以从容侧服者 皇后之助也 乾隆十三年 复查皇后崩世于德州周次 乾隆皇帝痛不欲生 激进失去理智 甚至因此开启了统治格局 和统治作风向扬酷态度的演变 毫无疑问 复查皇后的崩世 带走了乾隆皇帝所有的感情 也带走了他一生的追忆 自此以后 乾隆皇帝开始费尽心思 从别人身上寻找复查皇后的影子 实为令妃的魏家世 正式闯进了乾隆皇帝的内心 在复查皇后身边服侍 并受到过其教导 指点的魏家世 所言所行 甚至一举一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 带有复查皇后的影子 而且 从现存乾隆后妃画像能够看出 魏家世的外貌长相 确实和复查皇后有几分相似 如此背景下 正受丧妻之痛 继续寻找感情宣泄出口的乾隆皇帝 自然会对魏家世情有独钟 恩宠有加 世母致孝 在侧封魏家世为皇贵妃的御指中 奉皇太后一指的说辞 虽然是清代后宫妃嫔 或封御指中的官方语言 但如果没有重庆皇太后 这位上一届宫斗胜出者的绝对认可 出身包衣 拥有汉族血统的魏家世绝对不可能如此顺利的被尽封为射六宫室的皇贵妃 另外 在对魏家世进行尽封 追封乃至追逝的御指中 乾隆皇帝对其姓秉温功 忠权成敬 效为至德 母允垂宜的成效评价 屡见不鲜 在魏家世病重的乾隆四十年 乾隆皇帝曾经数次往返于重庆皇太后所在圆明远长春仙馆问安和魏家世所在紫禁城楚秀宫市集之间 就魏家世的病情发展 重庆皇太后也曾数次问及 给予了一个婆婆该有的关心 这都充分说明了重庆皇太后和魏家世之间的特殊感情 更直接证明了魏家世的世母之孝 魏家世的外妻背景 让乾隆皇帝爱得非常放心 孝依皇后魏家世 乃系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带有汉族血统的皇后 她虽然出身满洲正皇旗包衣内管领世家 乃系中等官宦之家 但其内务府包衣的身份 就决定了她的外妻背景和母家势力 远远不及八旗勋贵世家出身的后宫妃嫔 魏家世成为后宫之主 甚至其子永远登基为帝 她被追封为皇后以后 魏家世家族也未曾出现过高级别的官员 甚至家中还欠有外债 清朝皇帝对于后宫妃嫔的恩宠程度 从来都不是皇家私事 而是明显带有政治因素的朝野势力平衡 外妻势力制约手段 而对于姬武外妻势力可言 对前朝政是毫无影响的魏家世 乾隆皇帝就不必再有如此担忧 可以放心大胆的恩宠 魏家世年龄 性格和生育能力上的巨大优势 复查皇后崩世的乾隆十三年 乾隆皇帝三十八岁 已经开始迈向中年 魏家世受宠开始的乾隆二十年 乾隆皇帝四十五岁 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中年男子 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乾隆皇帝 对于旧式前邸 却已经年老珠皇的妃嫔们不再痴迷 对于年轻貌美 却诸识不同的年幼妃嫔更不太感兴趣 却对三十岁上下的成熟女性 有着天然好感 比乾隆皇帝小十六岁的魏家世 此时正三十岁左右 风起万种 自然能的乾隆皇帝欢心 历史上的魏家世 既不像延禧攻略中的魏英洛权谋高超 智慧超全 也不像如一传中魏英晚心肌深厚 腹黑冷血 我们从乾隆皇帝屡次进封魏家世的预指说明中 就能大致得出魏家世的真实形象 从上述对其性格品行的形容词来看 历史上的魏家世 乃是一个性格温顺 恪守礼法 谨慎小心的女人 一定程度上讲 这和复查皇后的性格有点相似 和季皇后纳拉氏刚烈耿直的性格截然不同 这也是乾隆皇帝看重魏家世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清朝后宫妃嫔而言 樊玉皇寺从来都是后宫为分尽生 获得皇帝恩宠的不二选择 自乾隆二十一年生育第一胎后 魏家世在十年时间内 为乾隆皇帝生育了四位皇子 两位公主 如此强大的生育能力 自然能换得高品率的后宫未分尽生 在生育皇寺和获得圣宠的良性循环下 魏家世自然能被乾隆皇帝捧在手心长达二十年之久 正如乾隆皇帝亲自为其选取的封号另一样 聪明、睿智的魏家世 借着复查皇后的便利之风 不争不夺、不抢不战 用温顺的性格、刚好的年华、高品率的生育贡献 成为了能被乾隆皇帝放进心中的女人 能得乾隆皇帝这样的帝王恩宠 魏家世无以是幸运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的收看